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就來做一個拾拾袋 這個就是幾年前做過的 大家都很喜歡的 如果你想做一個 我的連結就會放在描述 就可以去看 這個很漂亮 今天我們做一個新的 做一個有拉鍊的拾拾袋 也是非常棒 我們這次做有拉鍊 對 我們會用一個簡單的方法 令大家容易掌握 現在你跟著屏幕去預備材料 我們首先拿出表布 然後拿出拉鍊出來 拉鍊我們想在60cm那邊 拉鍊的長短可以調節 我們把它放在布上 量度適合一樣的位置 我們就剪短它 這個因為長了 剪完之後 這個拉鍊頭 這裡用針線把它撈起來 一會兒車的時候就容易些 隨便把它撈起來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熟手的話 你不把它撈起來也可以 撈幾針 打個裂 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來上拉鍊了 把拉鍊面對布的面 這樣放在這裡 可以用大頭針固定它 然後在這裡 斜條線 把拉鍊固定好 好了 拉鍊就斜了下來了 至於你說縫份流多少 其實不是太重要的 你靠著 衣車的胸 靠著拉鍊牙 這個邊塞下去 這樣就可以了 我這次沒有特別去換拉鍊胸 如果你的衣車可以塞到 那就不用換了 如果你的衣車一定要換拉鍊胸 才能塞到 那就要換了 我們現在反回去拉鍊的正面 我們在這裡 壓一條線 讓它整齊一點 這樣壓線就斜好了 接著我們現在 我們把另一邊 一樣把它面對面 拉鍊的面 這樣放上來 跟剛才一樣 反到後面這樣 又是靠著拉鍊牙 這樣斜一條線 相同 回到正面 壓一條線 跟之前那邊一樣 拉鍊和壓線 都已經塞好了 這樣就把它拿起 放下 即是對接 現在你就跟螢光幕 去做記號 由拉鍊頭這裡開始 順序地做下來 兩邊都做了記號 先看看 記號之後 可以像我一樣 用大頭針固定它 每一個記號位 我們拿去E車 跟這個方向 車幾針 大概是1cm 3針左右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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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塞了 兩邊都是一樣的做法 旁邊這些位置 就已經塞好了 就像我一樣 這樣塞 這些位置 塞了它 其實就用來定一會 我們燙和摺的位置 接下來我們就做手腕 首先 袋子和手腕 我們都先把中間位置 然後這對手腕 其實就要塞在拉鍊 旁邊這裡 我們把中間位 對回中間位 然後固定好它 然後 頭尾接入1.5cm 亦都固定好它 我們就去E車 車回四方形 然後打開交叉 兩條手腕都是這樣做 那HANDLE就載好了 接著我們就來旁邊這裡 每一個孔我們打開它 因為中間有一個固定位置 我們對齊中間 對準完之後 我們用夾夾夾著它 兩邊都夾著它 然後我們對準另外一邊 對準另外一邊 然後再作出條捷 慢慢整理好它 現在已經摺好了 其實摺法就是 首先把頭尾對齊 中間位對準 然後慢慢把它摺進去裡面 因為這兩個中間位 其實它們要相連 這樣才會整齊 慢慢一層一層 如果凸出來 就插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闊度大概是7cm 摺好整齊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燙了 燙的時候 我們可以逐層燙 用點時間燙到它 保持點復復 這樣就會更加漂亮了 我們開始燙的時候 第一次大致上 我們是 一起摺平伏它 給點耐性 慢慢燙 一層一層燙 如果你覺得有些筷子 你就摺進去 之後再燙 這樣也OK 對了 也不是那麼困難的 這樣就燙好了 最廢勁的部分都已經做完了 現在就來封在尾上 我們拿出短的織帶 前面這裡我們大概接入1cm 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可以突出少少的 1-2mm 這樣夾緊固定 反過來這一邊 這裡一樣就摺一摺 把它這樣到這裡 一起固定它 然後拿出橡筋 這樣重疊 放進去1cm 然後跟著這個四方形 紋邊四邊 將這些封在裡面 如果你擔心 衣車過不了太厚的話 你就把這裡分開 移開這樣放 這樣扯 一樣的 另外那邊 不需要攝像根 就是這樣做了 相同做法 搞定了 大功告成 拉鍊 橡筋車完 就是這個樣子 好 現在放些東西進去 試試 三個紙巾 放進去 裝著東西的樣子 就是這樣 然後拿它出來 濕濕 濕濕袋 就是這樣 知道嗎 先拉過去 接一接給大家看看 這樣 這個橡筋放在外面 然後就這樣 扣回它 這樣就變成很小 放在袋裡 很棒的 拉鍊的方法 剛才我講得比較快 如果你想看 詳細怎樣做 拉鍊可以怎樣用 我也有拍了幾條拉鍊的影片 連結我會放在描述欄 你去看看就可以了 那裡也講得很詳細 今天就玩到這裏了 下次再和你玩其他東西 拜拜